哈喽大家好我是牛苏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锤阁化身雇佣兵 闯入毒贩地盘锤爆省之军队的超爽动作片 惊天凝旧 故事开始于印度的大毒枭皮长山 他是名副其实的地下皇帝 掌管这所有印度人民的毒品老呐了 只不过最近有点王八专门摇倒霉啊 被抓进去蹲巴黎子了 皮长山的儿子皮志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 对于家里的黑道生意一概不管 每天过着普通的学生仔生活 皮家的产业全由皮长山的小舅子永强负责 永强也把皮志高照顾的很好 在印度这块的吃喝玩乐都明明白白 直到这天小皮跟几个同学去酒吧摇头 一直摇到了深夜才离开 回去的路上搁几个刚把烟点上 结果迎面来了几个警察 本来搁几个以为未成年人吸烟就罚点钱就行了 但没想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警察说抽烟得罚一条命 嘎的一声超强就蹦了一个 而皮志高也被人给绑走了 咱们书中暗表 离印度不远的地方有个孟加拉国 那里也有个黑道皇帝叫王大拿 虽然身处两个国家井水不犯河水 但谁能嫌钱要手啊 印度皮的儿子就是被孟加拉大拿帮走的 你不是挺有钱吗 那就拿出来点给你儿子赎命吧 二把手永强知道这件事后 连忙去监狱汇报给了大舅哥 皮畅山那是相当的硬气 小舅子 如果你就不会来我儿子 那我就弄死你全家 连你姐都得死 其实对于永强来说 这件事挺简单 对方无非是求财 咱们交钱换回小少爷就完事了呗 但反就反在 皮畅山作为黑道大哥 小脾气非常的倔强 我儿子被绑架了 用钱赎 太丢人了 不可能 更何况他现在没钱 因为皮畅山在进了监狱之后 战号里的巨额存款被冻结了 有钱也取不出来 所以现在的永强是王八进火坑 又别戏又窝火 他必须在没有钱的情况下 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 被逼无奈永强只能用出一招 假装有钱之处 招募王牌供佣兵组织 让雇佣兵去营救皮质高 由此才引出了我们的主角大锤 此时大锤正在闭关修炼 在湖底之中打坐调息 已经三天三夜 可谓是内外见习物 但是在打坐之中 大锤总是心神不宁 看样子是过去的一些回忆 扰乱了他的思绪 练功结束 负责情报的上级大英子 给他讲解了一下任务细节 这是两个黑道皇帝的暗中较量 咱们不掺和 只要把皮畅山的儿子安全带出来就行 彻离地点设在一兜轮船上 只要大锤把人带到船上 影片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估计没那么容易 咱们述说简短 第二天大锤伪装上逐渐人 来到孟加拉国 孟加拉大拿的手下 将他带到了一个废弃工厂 对方希望他能先交出赎金 但大锤想确认一下 皮质高是否活着 小头目可能觉得他一个人来的 无论如何也不敢截人 于是就来到隔壁 露了下皮质高的面目 然后就让手下的马仔 跟着大锤去取钱 岂不是大锤根本就没带钱 单枪匹马抢人怎么了 谁能能挡 楼外的狙击手 突然袭击干掉了一个 大锤又干掉了另一个 然后剩下的就全归他自己了 大锤作为雷神转世 虽然没有神力 但是那外奸细屋 以一己之力解决这些小杂鱼 简直不要太轻松 连汗都没出 就把小皮给救出来了 另一边孟加拉大拿 直到小皮被劫后 马上联络了军方大佬 让警察和军队封锁整个城市 绝对不能让人把小皮带出去 火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关乎整个孟加拉国的面子 大锤这边救出小皮之后 带着他顺利的撤离了 狙击手队友也撤离了 三人直奔岸边 等待轮船接应 但是在雇佣兵大本营的影子 却感觉事情不对 皮质高都救出来了 怎么永强还不打钱 岂不知此时此刻的永强正在忙着呢 他一个人摸到了雇佣兵的船上 把赶来接应的人全给扎个了 连赶到岸边的狙击手 也一枪崩掉 别人都以为永强只是 皮上山的小舅子和大管家 但是没人知道 他还是印度黑道的第一高手 人颂出号 玉面小达摩 原来啊 这就是他不花钱 已能办事的方法 黑是黑 让雇佣兵救出皮质高 然后他再干掉雇佣兵 这样钱不就省下来吗 一看就是老白嫖了 但是观众有点看不明白了 你这么能打 还找什么雇佣兵呢 自己把孩子救出来就完事了呗 大锤见情况不对 果断带着小皮跑 永强则穷追不舍 而孟加拉本地的警察 也很快围了上来 局势一下变成了三方混战 孟加拉国这个地方 咱也没去过 该说不说 道路属实有点崎岖 而且四处都是人 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下 即使大锤有殃子的指挥 也瞬间找不到路了 走着走着就走丢了 眼看甩不掉追兵 他只能带着小皮 先躲进居民楼里 几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察 一头扎了进来 势必要将大锤请获 不过有一说一 别看孟加拉大拿的手下 势力众多 但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进了居民楼 就全让大锤给砍瓜切菜了 为了摆脱追兵 大锤带着小皮爬上楼顶 在楼上来了一个飞檐走壁 跳到了另一栋楼 但是印度第一高手 玉面小达摩 早已在此等候 两人不由分手打在一起 一路撕破到了街上 这个永强不愧是 敢单枪匹马 单挑主角团队的人 和大锤打的是 难解难分 有来有回 好在最终大锤 显身一招 一脚把他踹飞 然而还不得和大锤跑掉 突然来了一辆路人小机车 给他撞趴下了 这告诉我们 大家也要注意交通规则哦 永强趁机解决了几名警察 准备带着小皮跑 可大锤又不知道 从哪偷了一辆卡车 一下把永强撞飞了 警局下了死命令 今天抓不到小皮 更何况他对道路实在不熟悉 再走下去 一定被逮个正着 被逼无奈 他用出了一招爆炸假死之处 当卡车行驶到桥洞时 他和小皮同时跳车 说来也只巧了 桥洞外面刚好 有一百多个煤气罐 借着爆炸的巨大声响 作为掩护 两人顺利脱身 随后他们躲进了一个 没人的屋子里 联系总部 刘盈把情况告诉给了大锤 永强耍流氓 没钱还学人咕咕用兵 臭不要脸 此时整个地区 都被孟加拉大拿封锁了 大锤想带着小皮逃出来 绝无可能 刘盈人建议 把那孩子扔一边吧 可是大锤却不能丢下小皮 因为这孩子 让他想起了死去的儿子 如果把小皮丢在这里 无疑会遭到大拿的毒手 他这样不就相当于 变相杀孩子吗 另一边疲惫的永强 躲进了一家小旅馆 他自知这回凶作机场 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交代后事 如果24小时之内 他还没有消息 就让媳妇带着儿子跑路 深夜大锤叫醒了熟睡的皮质膏 两人准备偷一辆车 没想到意外遭遇了 大拿手下的娃娃杀手 这群孩子真是胆大 出声牛肚不怕虎 端起机枪就是吐吐吐 但他们终究只是孩子 被大锤的一发烟雾弹解决 没灭口只是打趴下了 这里的枪声 很快就引来了一架直升机 大锤果断带着小皮 跳进了下雪道里 这里的味儿啊 简直臭得要命 大锤差点没把昨天的早饭吐出来 实在逃无可逃了 刘英人告诉他 一个隐退江湖的老同事 隐居在这个城市 大锤可以去那里躲躲 老同事也是个好人 接到电话后 立刻开车接走了人 并把他们带到自己家里 好吃好喝 同事也是个明白人 这个城市的地形是一座孤岛 只要大拿把桥梁分锁 那么连一只蚊子都逃不出去 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他这里躲几天 避避风头 等差不多了 再带他们两个逃出去 晚上大锤和皮质膏敞开心扉 皮质膏表示自己 不管家族事务 是因为自己痛恨黑道 也痛恨自己独消之子的身份 而大锤也说了自己的过去 他有一个儿子 他曾经有一个儿子 但是在六岁的时候得了癌症 大锤不想看着儿子受苦 偷偷地选择了去远方执行任务 但是等回来的时候 儿子已经死了 错过了最后一面 这件事一直是他的一个心结 现在大锤拼命要救皮质膏 也是为了救赎自己的心灵 何况他等这种救孩子的任务 已经等了很久了 同事很快就回来了 两人继续喝酒 没想到这次同事的态度 180度大转弯 突然劝说大锤放弃皮质膏 带着他是不可能逃离 王大拿的势力范围的 就算逃出去了 你也会遭到王大拿的无尽追杀 不如咱们把这小子交出去 得到1000万赏金 一人500万 他不想啊 大锤一听就知道老同志 为了金钱背叛了义气 脑子一下就炸了 两人激情的撕拔起来 由于大锤有伤在身 再加上同事的功夫也没放下 几个回合下来 大锤被打倒在地 老同事也一点都不客气 邦邦的把大锤往死里锤 就在关键时刻 他们的打斗声 惊动了楼上的小皮 同事觉得小皮是个孩子 肯定不敢开枪 却不想嘎的一声 子弹郑重心脏 一点痛苦都没有的 坐到了椅子上走了 像老虎了 有一说一 这个老同事的选择 也不算多么凶恶 毕竟和王大拿对着干 绝对有生命危险 而把孩子交出去 还有一千万的赏金 把那么多钱放在你面前 你的选择也不一定会比他好 我觉得你可能只会说一句话 哪里不你 此时此刻 大锤算是彻底的孤立无缘了 在王大拿的地盘上 不就是望中之鳖吗 好在他还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和皮质高的舅舅永强合作 毕竟两人的目的 都是让皮质高活着走出去 两人碰面的时候 永强忍不住问大锤 你为什么不去领赏金 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 去救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大锤答曰 不好意思 我们美国大片里的主角 从来不为钱办事 有孩子救孩子 没孩子救娘们 永强被大锤的真诚所打动 不好意思 我们手上数十没钱了 这才出此下策 大锤表示没事 咱们还是想办法 把孩子送出去吧 咱们说出点短 转过天来 大锤用两发RPG 叫醒了陈水警察 永强则趁乱开车 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大锤继续咋咋咋 吸引地方火力 虽然引出了三个警局的警力包围 但好在他的枪法够准 把所有人都嘎嘎了 另一边永强带着小皮 来到桥头的第二道防线 他准备带着小皮伪装过桥 可惜没走几步 还是被发现了 逼不得已 他只能选择武装突围 但是王大拿的军队 源源不断的涌来 他们无法脱身 涌墙只能让小皮躲在车里 自己出镜刚 好一个威风领领的信用枪 一个打一群丝毫不拒 啪啪啪啪 敌人尽数倒在乡下 印度第一高手 绝非浪子个虚名 到最后连军用直升机 都被逼了出来 但是问题不大 因为锤哥的雇佣军团也到了 刘盈一发RPG 就把直升机给空了下来 没了天空的骚扰 涌墙继续小宇宙爆发 不管是孟加拉警察 还是军队 通通避遇枪下 那真是神强无敌 站着就死 碰着就亡 一通酣战下来 最少击毙几十人 就在他以为自己陆地无敌的时候 嘎的一声 远处一发致命狙击 郑重没心 原来出手的人 正是孟加拉特种部队的军神 小狙狙 此人的实力极其强悍 连赶来接应的雇佣兵 都干死了好几个 好在刘盈不仅是打炮的高手 狙击也会 二人堆着了很久 直到居神向大锤开枪的时候 暴露为止 被刘盈一枪带走 此时的锤哥在血战之中 已经身负重伤 他这一路走来 至少干掉了上百个警察士兵 已燃油尽灯窟 他告诉皮特高 跑向那边的直升机 然后回头继续战斗 直至将所有孟加拉军警 全部消灭 这一战太凶残了 可是就在他准备彻底的时候 被他放过一马的娃娃杀手小黑 突放冷箭 郑重耿嗓咽喉 大锤挣扎的走到桥边 看了一眼皮特高 思念了一会儿自己的儿子 说了一句 东北大辣皮真好吃 冷面夏天吃才最棒 然后扑通一声掉进河里 看样子应该是活不了了 刘盈带着皮特高上了直升机 八个月后 他收到消息 孟加拉大拿独自一人在厕所尿尿 皮特高则在水中打坐调息 突然一个魁梧的身影出现在水边 看这个体型有点像大锤啊 但是具体是不是 还得看观众们的票房高不高 如果票房够高 那就是大锤 继续拍第二部 如果票房拉胯 那就是个打扫卫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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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